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昨天台北股市表現不錯 大漲267點 但是問題是昨天大漲完之後 今天台北股市稍微有點拉回 幅度不是很大 但是這個拉回我敢說 今天一定有人跟你講 昨天漲很多 漲267點 今天是拉回一下 有什麼關係 台北股市要繼續大漲 好 那到底會不會大漲 我們先從一個數據裡面來看 各位你注意看 現在亞洲盤 就是說今天亞洲盤的時候 美國的期貨電子盤 這是高科技股的期貨電子盤 它在亞洲盤開盤的時候 它跳空開低 今天盤中的時候 曾經大跌了200多點 這美國的期貨電子盤 那現在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現在也跌了多少 190幾點 190幾點 那各位 美國的期貨盤現在是大跌 差不多190幾到200點左右 那這會造成什麼影響 你注意看 今天的亞洲盤都是跳空開低 日經指數呢 今天大跌 現在創近期波段低點 對不對 好我們再仔細看 南安股市呢 今天呢 原本它昨天也稍微反彈 反彈沒有過月線 它今天還是一樣破季線 破季線就算了 它前面這個低點 今天也來創近期低點 有沒有 好那我問各位 看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你覺得 今天跌一點點沒有關係啦 後面還會繼續帶大漲 你覺得機率大不大 你要自己稍微想一下 因為我覺得不是有沒有關係 這關係到你的錢啊 怎麼會沒有關係 你想想看 昨天好不容易台北股市呢 出現大漲的267點 對不對 可問題是呢 前面的這一段 台北股市跌了1100多點 當昨天的盤勢一漲起來 市場上很多老師都跟你講 他大賺 可是你想想看 前面跌了1000多點的時候啊 每天叫你買 每天就是拉回買 低點不多嘛 不要殺低 什麼機會來了 什麼波段持有以後會大漲 所以呢 昨天談起來 是跌了1000多點 那跟你說他大賺的人啊 我要建議你喔 你是需要這樣的老師嗎 會這樣子講 代表說他前面的股票都不算啊 前面的股票斷頭都不管了啦 我覺得這對你而言啊 沒有什麼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好不好 所以稍微有些東西要思考一下啦 那我們來去解未來的盤 好不好 到底這個盤現在怎麼看 昨天大漲嘛 今天又壓回 幅度不大啊 可是我剛好跟各位講過啦 美國的期貨盤大跌200點嘛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啊 日經指數已經創破端低點啊 南安股市呢 這也是跌破前面的低點了嘛 這也是創近期的低點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台北股是不會說不受影響啊 那台股呢 在昨天漲上來的時候啊 我有跟各位講過喔 我有分析過 這叫做減不斷裡還亂 我說後面還有一大段 為什麼 各位來仔細看喔 很多東西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我們不是隨便亂講 我會從國際金融的角度裡面 邏輯性的推演 股市漲跌都有他理論依據啦 不是靠感覺啦 什麼盤感啊 你沒感覺嗎 人活著不都有感覺嗎 是不是 問題是你只靠感覺 就代表說你沒有理論依據 都在亂講 OK好 我們來看喔 台股從7月9號那時間點 我就有跟各位講過喔 破萬七將血流成河 有沒有 你出去看喔 當初7月9號的時候 還在這高檔喔 對不對 還可以接近萬八啊 可是呢 那個時間點 我就跟他講說 破萬七將血流成河 那時候你一定不相信啊 我敢說你一定不相信啊 還都萬八還破萬七 那時候我用什麼角度裡面跟他說 籌碼的角度裡面 我有先跟他分析過嘛 對不對 為什麼破萬七血流成河 好 所以呢台北股市呢 最近讓你看到啊 哇真的是破萬七 破萬七談起來之後呢 各位 我這幾天怎麼跟他說 你再仔細看啊 我說破萬七問題才剛開始 什麼問題才剛開始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喔 這幾天我們都去解未來的盤勢啦 那很多東西其實都還是跟國際金融有關啊 齁 這兩天我有跟大家分析過齁 我說 破萬七問題才剛開始 當然第一個重點 要去看國際股市嘛 啊到底美股會不會不跌 剛剛我們看到囉 美國的期貨盤大跌200點喔 那當然今天晚上開盤 是不是真的就如期這樣子跌下來 這我慢慢再來觀察 但重點是 這幾天你會覺得很奇怪啊 美國股市沒有跌啊 你看齁 道琼漲漲漲跌跌昨天還在漲啊 啊高科技股呢昨天還在漲 對不對 跌升了非常半導體 哇怎麼搞的這兩天都漲上去 對吧好那各位 我昨天在節目裡面我就有跟大家講喔 昨天我的內容是說 減不斷裡還亂 後面還有一大段 到底美股會不會補跌 我們現在怎麼去研判 到今天為止你會發現到啊 怎麼搞的亞洲股市全面都坐頭下來 連台股跟衛街差不多的南韓股市 到這個時間也讓你看到啊 創進一波段低跌啊 是不是 好那各位 那這地方美股就不能跌喔 如果美股跌下來 我跟你講很多股市會很慘 那你說台股撐不撐得住 我說這東西你自己稍微想一下 很多東西是有邏輯的啦 但是這兩天美股在漲的過程裡面 我昨天跟你說你看到的是表象 我在看內容好不好 什麼叫內容 我昨天是不是有把這兩張跟你說 從禮拜二禮拜三的美股 相關的一些個股 我們去做比較嘛 我們今天啊 再把這三天啊 美國重量級的個股拿出來看 你看到底有沒有漲 你看齁 比方說這是臉書嘛 稍微照近一點 好OK好 臉書在禮拜二的時候跌1.25%啦 昨天禮拜三的時候呢 是漲1.49%嘛 應該說前天啊 大前天 大前天跌1.25% 然後呢 前天漲1.49% 有沒有漲很多 好像還好喔 問一下昨天呢 他跌4% 這樣加起來有沒有漲 好像沒有嘛 好那各位 亞馬遜在禮拜二的時候跌1.9% 快2% 前天呢 漲0.11% 昨天收盤呢 他跌0.84% 對不對 好可是各位 亞馬遜他公佈營收 財測不如預期 盤後大跌7% 有沒有 好我們來看齁 那這就沒有漲了 這不就跌下來嗎 蘋果之前也公佈財測啊 結果禮拜二跌1.49% 禮拜三跌1.2% 昨天漲0.46% 也還是沒有漲啊 對不對 我們來看Google Google呢 禮拜二跌2%嘛 禮拜三跌0.3%嘛 昨天漲0.12% 幾乎都沒有漲 那如果說我們就把半導體的個股拿出來看 我們來看齁 比方說Intel 前天 禮拜二跌2%嘛 前天跌0.2% 昨天漲1.19% 也沒有漲啊 台積電 跌1.8% 漲1.3% 昨天漲0.9% 也沒有漲多少啊 是不是 就高通這兩天啊 就昨天漲比較多一點 漲個6% 那其他的個股呢 之前得益跌5%嘛 之前有大跌5%嘛 然後呢 前天跌1.6% 大前天跌1.6% 前天跌漲0.9% 昨天漲1.69% 好像也沒漲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美光 美光禮拜二的時候跌2.7%嘛 禮拜三漲1.79% 昨天漲2.3% 稍微彈一點點起來 對不對 你看都沒漲 所以我就跟他說什麼 你到現在為止 你看到美股在漲 奇怪 可是一些重量級的個股呢 幾乎都沒漲 這三天的走勢裡面 他都沒有漲 而且美股蠻奇怪的 之前他在公佈一些 就是公佈一些經濟數據的時候 數據不錯 好漲起來 但是你數據不錯呢 你也帶動通膨上來嘛 對不對 無視通膨 哦啊數據不錯就表現 就反映在整個經濟數據好的那一面 可是昨天美國股市呢 他經濟數據不好 大家就在想啊 你經濟數不好 那你是不是 聯準會那個縮資金的動作 就會比較慢 結果他也漲起來 那怎麼搞的 經濟數據好你也漲 經濟數據不好你也漲 我跟你講這撐不了多久 因為你整個重量級的個股幾乎都沒有漲 如果聯準會有一些內容 開始有一些說資金的動作要出來的話 我還是要提醒各位啦 這個盤喔 是不是真如你所想像的 沒有關係啦 如果美股一有震盪 我不要說他大跌了 我們就說他也有震盪 很多國家的股市啊 他會繼續再創波段低點 那如果說是這個現象的話 你說台北股市這裡沒有關係 這要你稍微邏輯去思考 不是說每個人講什麼啊 就對 是到底合不合邏輯的問題 因為如果以聯準會的角度裡面來看 其實在前幾天的聯準會結束會議嘛 那結束會議之後呢 其實市場上已經開始知道了 他已經開始有一些要說資金的動作 那反而呢 今天晚上齁 聯準會的主席鮑爾 他要去參加傑森莫爾的年會登場 這個是全球央行的會議一年一次 大家都在等他說什麼 那是不是會有重大的政策調整 各位我們就接著看 好我們就接著看 所以你會發現到啊 當美國股市在這個時間點 已經讓你看到很多重量級 漲不上去的時候 你看嘛 今天高科技股 期貨盤大跌200點 他已經讓整個亞洲股市 都讓你看到創經濟波段低點 所以呢 這不是沒有關係 這關係到你的錢 好不好 而且像這樣的分析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都很希望說 我的分析能夠幫得到你啦 你想想看啊 台北股市這一段跌了千點下來 那當然大家都說這裡是回升啊 這裡要大漲啊 那你還看國際股市漲不漲得上去 可是之前在高點的時候 比方說7月12號 那個時間很在哪裡 還在上面啊 對不對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啊 美股還在漲嘛 但是該供不供 你小心兵派如山倒 7月13號我跟你講 這叫零磁盤啊 什麼叫零磁盤 你買進去就到 你買什麼鋼鐵 你買什麼航運 你買什麼電子 我說都是零磁盤嘛 你現在應該有感覺啦 那我說盡量留意會不會快速崩跌 對不對 7月14號我跟你講 這是最後逃命機會啦 7月14號在這裡啦 這裡有沒有 隔天創新高嘛 這讓你逃命的嘛 7月15號 台股指數創歷史新高 我說這叫山羽欲來豐滿樓 對吧 你看我都要幫你避開風險 這一千多點跌下來之後 不代表說 昨天漲267點你就大賺 所以昨天很多老師都說大賺 我會覺得很莫名其妙啊 之前一路買一路買一路買 買到現在為止的 會員都要斷頭了 結果一漲起來 就跟你說他大賺 我說一句實話 這樣子代表說 前面操作的都不管你 我說這對你沒什麼幫助 所以整個指數呢 這一段過程裡面 跌了一千一百多點 同樣我跟他說過了 我7月初的時候我就跟他說 我們在期貨的部位 我說我要賺千點 我做到了 我7月一號就跟你預告啊 我要賺千點 我們真的做到啊 對不對 那我再跟大家預告啦 因為我今天測表險 危機財政要開始 因為這個危機最重要的 除了美股之外 還有就是在籌碼面的部分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籌碼 融資斷頭勢在必行 我解釋得很清楚 那我預計啦 8月份的震盪會更大 同樣的8月份 我還是要照7月份的操作一樣 我要再賺千點 所以如果在這一波 你沒有賺到千點的 我是建議各位 8月初開始呢 我們就要開始累積 8月份的成績單 我希望你從頭跟到尾 好不好 8月份還有千點可以賺 那如果說你掌握不到這個賣動 或這個獲利的空間的話 很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所以8月份 我們還是要累積千點 從下個禮拜開始 所以指數的部分 7月份 我做到我7月1號跟你說的 我要賺千點 那8月份歡迎你 趕快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如果說個股部分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你有需要幫忙 你就打電話進來 我在假日期間 我再從籌碼 或者是基本面的角度裡面 再來幫你去做 看到底需不需要去調整 每個人的持股不一樣 那我們去針對每個人的狀況 每個人的資金比重 或持股的比重 再來跟你去做解說 好不好 待會我們就來看 為什麼我說危機財政要開始 因為融資斷頭一定是勢在必行 等一下我分析給你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一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一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市近期的震盪還算蠻大 因為之前從萬八 一路跌跌跌跌破萬七 這段過程裡面大概就有1100多點 那其實有的時候我上節目 我一跟他說 你是不是我會員 我覺得我也無所謂 但重點是我希望 我都能夠幫得到你 那我要怎麼幫你呢 我都會用邏輯性的分析 跟他去做未來的盤勢說明 你想想看 7月初的時候 我就說破萬七會寫劉承河 你會想到台股會破萬七嗎 不會嘛 因為那時候還接近萬八 然後呢 當台北股市近期破萬七之後 我說問題才剛開始 那到底什麼問題才剛開始 各位你注意看 你還記不記得我7月19號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大怒神才剛要開始 什麼叫大怒神 我說這個遊戲你不敢玩 你應該也看過 有沒有 慢慢上去會快速下頂 這不是一次兩次而已 這遊戲不會說一次就結束 慢慢上去又快速下頂 那到底台北股市 會不會要再出現大怒神 你看7月19號 我跟你說大怒神 是在這裡 還沒破月線喔 跌下來這個地方 我要跟你講 這還不叫大怒神 那結果後面你看 急跌嘛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急跌之後呢 他是不是也開始慢慢談起來 對不對 好問題是 就這樣子結束了嗎 我們來看 我說危機才真要開始 為什麼融資斷頭 勢在必行 為什麼 近期我們的節目裡面 7月20號 我說籌碼論多空 籌碼面 我們花很多時間 跟他做分析喔 7月22號我說 在論籌碼 上個禮拜五 你看我的節目還說 這是暴風以前的寧靜 指數沒漲沒跌嘛 然後呢 跌下來 我說 小心融資追繳另外一件齊發 對不對 好那各位我們來看 為什麼說 危機才真要開始 為什麼融資斷頭一定勢在必行 原因在哪裡 你看這個喔 到昨天為止啊 各位你注意看嘛 這是萬八嘛對不對 萬八到昨天為止 你注意看啊 三大法人外資賣757億 投信賣48億 資金商賣136億嘛 都有在賣啊 可是你從萬八跌了一千點起來 結果融資呢沒有減 增加三億 對不對 奇怪咧 跌了千點下來 照理說你融資稍微洗一下 把那個籌碼符合洗一洗 這不是很好嗎 結果沒有洗掉啊 結果散戶拼命買 好我們再來看啊 那既然散戶拼命買 他買什麼嘛 如果我們就從這兩天 散戶買進了標的裡面來看 你注意看齁 728 729這兩天嘛 你看喔 群創 有的 我們來看啊 你現在融資一直買 買到現在為止 你群創51萬張的融資 都不對 而且這些啊 從之前啊 4月份套到現在為止 我問你們他籌碼這麼重 這麼亂 你叫他怎麼找 你不要忘記啊 我剛剛有說過嘛 美國企業盤現在跌200點嘛 如果今天收盤真的 到今天晚上真的開始又出現 跳空下跌的話 有些股票他會撐不住啊 撐不住就要下來的時候 你這些融資啊你維持率不高喔 對不對 所以呢電子類股裡面 融資最多的群創友達 這兩天還在買 那你再仔細看嘛 航運股長榮萬海 四維航 除此之外呢 鋼花 葉鑫 張元有沒有 鋼鐵類股 六月份以來 台股融資最多的就是在 航運類股跟鋼鐵類股 我記得這一天的時候我就跟大家講過 那時候航運股它反彈嘛 台股創歷史新高嘛 我那天怎麼跟你說 很多人開始要攤平了啦 所以呢融資增加嘛 但是我跟你講會越攤越平 我說漲兩天之後再創低點 會越攤越平 好所以咧 你再注意看嘛 前兩天的時候 你就看到啊 航運股跌不休 融資斷頭壓力大 我們把這裡照進 台陽融資維持率一二四嘛 你陽明維持率一二七嘛 這破一三零啦 照進一點 對不對 是破一三零了 就因為它破一三零 開始在吹角了 所以有些人呢 他就是不讓它斷 那怎麼辦 就拼命買嘛 好你就拼命買嘛 買到現在為止啊 彈一點點嘛 但問題是光從量的角度裡面來看 你前面買很多 你後面不可能買跟前面一樣 除非你前面 你高檔買十張 你後面買一百張 你維持率一定上去 問題是你前面買五十張 你後面只買個十張 你維持率撐不上去啊 因為它現在維持率已經破一三零啊 那你現在破一三零之後呢 你融資再拼命去買 我跟你講啦 你現在的維持率頂多就在一四零左右啦 如果說再跌呢 不就融資追繳嗎 不是嗎 所以你整個航運類股到目前為止 你看到這些個股 稍微談起來融資就拼命增加 稍微動一下呢 融資就開始要去攤平 可問題是昨天漲金又跌啊 如果再跌下去呢 你全面斷頭 這就是為什麼我跟他講 危機才這樣開始 因為你台北股是到這個時間點 你要面臨到的是每股它會不會補跌嘛 接下來我們就再看嘛 但問題是你融資斷頭的這個壓力 它一直都在 沒有化解 所以那個震盪一出來的時候呢 你融資該斷讓它斷 反而對這個盤 反彈的力道會比較強 所以我說昨天我就說嘛 撿不斷裡還亂 小心後面還有一大段 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從整個理論來去 跟大家去做分析啦 還是希望能夠幫得到你 當然我講的可能你不高興 可是你想想看 我幫你先避開千點耶 是你不聽我的話 那接下來會不會還有大怒省的動作 小心融資的問題 好不好 如果持股有任何問題 歡迎你再打電話進來問 那希望我可以幫得到你 那你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指數的部分 八月份 我要再拼千點 那歡迎你 從頭跟到尾 好不好 體驗價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歡迎你來電諮詢 禮拜一見 拜拜 拜拜 本頭部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